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最近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的脱口秀演员 有一句笑话 惹恼了很多的五毛粉红 我们只是相当于变形替杂 两个小李的伤火 那两个小朋友确实在山上就是熟练的颈端 我看到他的第一时间我感觉我不是在看过他 我是动物世界的拍摄现场 这两个小朋友一个松树枪泡带发射出去 那你平时看那些狗你会觉得很光 心刀被红化了 我看到这些次 我看到这两个小朋友内心一直闪烁出了八个大字 作风优良有打射杖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政府终于出少了 据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的消息 他们宣布对这家脱口秀演艺公司 给予警告并且没收违法所得132.54万元 以及罚款1335.38万元 并且北京文旅局还表示说 要对涉案人员及其演出机构 和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相关违规行为 将进一步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并且无限期暂停涉事公司在北京的所有演出活动 只不过是这家公司旗下的某个艺人在讲脱口秀的过程中 开了一个有些人认为不太时常的玩笑 结果就导致了这家公司被罚款1000多万 虽然这个公司和他旗下的艺人已经道歉了 并且宣布不再演出了 但是政府仍然要杀一警百 杀鸡给猴看 所以不仅其他演出要暂停 就是他这句话是很可怕的 说要进一步追究责任 那进一步是什么呢 你除了罚款把这公司暂停演出以外 他还要进一步 是不是说这个演员他因为开了一句玩笑 虽然他本来就是脱口秀演员 本来开玩笑是他的职业 他就因为他干这行做他本职工作 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很明显这个事还没有完 网上有人就讲了说 不仅仅是在北京的演出被关闭了 在上海的演出和在武汉的演出 都因为某些原因突然暂停 当然这种暂停也可能不是公司想要暂停 是演出机构或者演出场所 想要跟他们进行切割 这家公司笑狗文化 它可是全中国最知名的 最大规模的脱口秀演出机构 它被罚之后 赶快也在跟他们这旗下的艺人切割 讲这个笑话的人叫House 笑狗统一回应说 他们接受政府的处罚 同时即刻解除演员House的合同 对公司高管的团队和相关业务团队 进行留职查看 匠心等等各种处分 而且线下演出的业务 立即全面整顿学习 虚心接受观众的批评教育 很明显这个事情已经超出 效果文化和它旗下一人的 这个控制范围了 很明显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 抵我矛盾 一个政府对整个行业 全行业的审查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件事情本身一开始 没人在乎 它是线下的演出 而且是小剧场 很多人在手机都会关机了 它的影响力范围是极小的 就现场那几十人上百人 但是这件事情被人 不怀好意的去曝光到网上之后 那么五毛粉红就肯定要 想方设法的炒作 他们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上纲上线 抓汉奸 抓间谍 那这种情况下 政府怎么办 过去的政府 就是改革开放时代 可能就觉得你们不要闹了 不要无是生非 你不喜欢看 你觉得受到侮辱了 你可以不看 但是现在的政府可不一样了 他们现在对这家企业 有这样的重罚 甚至还要进一步的追究 然后又发动整个舆论机器 去宣传这个事情 生怕大家不知道这个事 生怕不知道有人侮辱了解放军 生怕大家不知道 政府出手对付了这些 侮辱解放军的人 那什么意思呢 不外乎两个理由 一个就是他们想顺水推舟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去宣传 爱党爱国的这种政治意识 所有人都不能够乱说乱动 甚至不能乱笑 你们都给我乖乖的 老老实实的 谁敢开这种玩笑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下场 就是借此机会 正好可以煽动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们也害怕担责任 毕竟这个事情被曝光出来 政府难道没有责任吗 你政府过去一直是带风向 带街灶给人们洗脑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出来 然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那政府的监管部门到底是不是失职 对吧 不管是互联网的监管部门 还是这个线下的演出的监管部门 所以他们也害怕自己担责任 所以要重罚这些人 来显示出我们对此绝不手软 我们对此零容忍 他们为了摆脱自己的监管责任 他们可能要甩锅 用非常强烈的这种处罚 这种手段来向上级展示 过去做的不足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补上 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 他打击的不只是一个演员 一个企业 它是等于封杀整个全行业 据民间机构统计 现在中国的脱口秀行业 一家独大 就是这家效果文化 他们已经完成了八轮融资 总估值超过几十亿人民币 我们从这个表格上就可以看得出 这家企业背后的资方 这些资本都是民间资本 有的也有海外的关系 对这家公司打击 其实也是对它背后这些民间资本的打击 打击民间资本 在过去是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次等于也是在延续 之前打击了游戏行业 打击了房地产行业 打击了什么教培行业 之前也打击了演艺行业 现在等于是打击演艺行业的延续 只不过这次打击的是脱口秀演出 其实我们可以看过去这三年 光是这家公司效果文化 就已经有六个人遭到处罚 其中包括他旗下的艺人卡姆 旗下的艺人孟川 以及创始人李旦 这些人都被处罚过 甚至到目前为止 孟川 卡姆 这都是在全网封杀的范围 都是被禁言的 现在好了 又加了一个house house的微博就在昨天被禁言 我就问 他在脱口秀演出当中 说了一句话 跟他在微博上边拥有这个账户 有任何关系吗 他把这个微博账户也给你封了 就是不让你有任何的发声的渠道 他连给你解释的机会 权利都不给 很多五毛粉红说 这个人的笑话触犯了中国的法律 可是他拿不出任何一条法律来证明 而且所有他们引述的 这个触犯法律的理由 证据都是模糊不清的 都是可以随意解读的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人觉得你侮辱了 有人觉得你没有侮辱 你觉得侮辱了 你就不要看 你可以去抵制 你可以去痛骂 都没问题 但是有人喜欢看呢 凭什么把他们的看的权利也剥夺呢 这个叫house的脱口秀演员 他只不过用了一个词 就是八个字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他把这个八个字用在了 他见到的两条野狗身上 但是这句话曾经被习近平讲过 用在解放军的身上 但是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 说你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狗 他说他见到两只狗 非常勇猛 就像中国的解放军士兵一样 能打胜仗 有问题吗 反正我是解读不出来 这有任何的侮辱 他要真想侮辱不是这么侮辱的 不会这么磨灵两可 网上就有一个退伍军人 他就说虽然很高兴 看见大家积极的维护 人民子弟兵的荣誉 而且听到负面的消息会生气 但是现场那个段子 他觉得说这两条狗 威风凛凛的时候 想到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军犬 是用威风类比 不是单纯的用野狗做类比 所以他并没有觉得被冒犯到 也不觉得是在恶意诋毁或者是侮辱 而且反而笑的很大声 所以他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他刚说完这句话不久 他就被骂到被迫删帖了 当这件事情已经被上纲上线 被政府定性 谁还管什么公平公正跟事实呢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甚至可能有人认为 为了解放军的荣誉 就算冤枉你又怎么样呢 我就说你是境外势力了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来展示自己的爱党爱国吗 谁要是敢为他去辩护 谁就是不爱党不爱国 谁就是境外敌对势力 这就是五毛粉红的逻辑 这也是专制独裁者最喜欢看到的 就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斗 争先恐后的维护主子的利益 在中国的江西省上摇的一家公安局 设置了一个浮雕叫中城墙 上面就画了一只狗 说这叫笑天犬 对党忠诚 你这算不算是把中国人民警察 比作为狗呢 这可是官方自己说的 形容中国的警察 对共产党像狗一样忠诚 你这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须百姓点灯啊 你就能够这么说 别人说了就要全网封杀 就要被处置 其实有很多人非常不满 他们被迫退票了 看不到脱口秀演出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去找 那个始作俑者 到底是谁这么不地道 你去线下看一个演出 你就看就好了 非要把这个演出的内容 讲出来 这个全网举报 这个人的身份被曝光出来了 他原来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五毛 我说的五毛还不只是自干五 他是真正拿狗粮的五毛 是中国官方媒体的编辑 在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 官方网站上还有他的介绍 说他来自于山东德州 英语专业2021届校友 还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取得翻译硕士学位 回国之后就一直在党媒工作 入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曾经的中央电视台 先后担任编辑责编 现在是CGTN 这个大外宣媒体的 新媒体部制片人和主编 看到他的身份 我们就恍然大悟了 忽然也就是只有这样的人 才会在听笑话的过程中 去找哪句话有政治错误 其实这次脱口秀演出 对于这家企业来讲 有点冤 就是他们所有的线下演出 其实都要提前报备的 演出内容 甚至笑话本身 你要写出来 要告诉监管机构 他们审批通过了 你才能够在线下演出 这就是中国的体制 但是House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自己加上了这段笑话 等于他这段笑话 是临时想到了 没有加到这个之前 提前上报的这个内容当中 所以说对于这家企业来讲 他也没有办法去控制 House在现场讲什么 然后就这么好巧不巧 被这个李天夫给听到了 然后写出来 引起轩然大波 再被政府利用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一种可能 就是李天夫是接到任务的 他故意去听 然后再曝光出来 就是政府想找茬 就是想对付这家企业和整个脱口秀行业 要整顿 但是他们不能失出无名嘛 一定要抓到你的把柄 所以就派李天夫这样的人在现场去听 一旦发现有哪个笑话 可以做文章的 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大批特批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 但这种可能性 我想应该低于50% 因为政府如果想对谁动手的话 其实有大把的理由 有太多的办法可以去做 我觉得最恰当的解读 就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你既然讲笑话 你就很容易触犯禁忌 而且我相信他们过去普遍 没有严格遵守监管的制度 上报的跟现场讲的 一直都有差别 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接下来就是要全面整顿了 他们讲的内容将会被严格限制 但是不管政府是不是钓鱼之法 但是他要对付这些演出人员 演出企业 那是太容易不过了 毕竟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它完全是人质 是政治挂帅的 你说你讲什么笑话 是不触犯政府的禁忌的 政府不会告诉你 它不会说你不能这么说 不能那么说 它只会给你一个非常笼统的范围 这个笼统的范围 笼统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习近平所谓的四个意识 他完全可以说 你们在讲这么多的笑话里边 有这么一个笑话 是违反了这四个意识的 你没有遵守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你觉得这句话没有侮辱谁 那么说明你没有意识到 官方会认为 或者是有的五毛粉红会认为 你侮辱了谁 那就说明你缺少这四个意识 那你缺少四个意识 是不是你的错啊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所以就像我之前那期节目讲到的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脱口秀是一个高危职业 随时你可能会触犯到禁忌 而这个禁忌本身又是如此之模糊 范围如此之广 使得你必须要强烈的政治意识 然后小心谨慎 自我审查 然后官方审查 经过层层的审查阉割 你才能把这个笑话讲出来 而这个时候这个笑话已经不可笑了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独裁和幽默是不兼容的 在一个独裁的国家 是不允许你有幽默的 幽默可能会成为人们去抒发 对独裁对专制不满的工具 这就为什么在中国 连讲笑话都不能够容忍 我甚至还要看到网上有人 为这些五毛粉红 为政府的介入封杀来辩护 甚至拿美国做对比 说什么在美国讲脱口秀 也不是随便可以讲的 在国内的脱口秀不够自由 还得看我们阿玛利卡 那你们知道 在美国调侃军人下场会怎么样吗 这种人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井底之霸 他们要不然对国外一点都不了解 根本是道听途说 要不然他们就是看脱口秀 看的太少了 我不知道具体的比例 但是我知道相当一部分 美国的脱口秀 或者是外国脱口秀 都是拿这些禁忌去开玩笑的 你去看看George Curlin 是如何的去讽刺美国总统 美国政府 是如何的去形容美国军人的 不管他说的对和错 不管大家赞同不赞同 他的政治立场 但是他讲的可笑就是可笑 大家喜欢就是喜欢 因为大家知道 这叫做喜剧 有的脱口秀演员讲出的话 可能被一些人反对 被一些平台下架 这种情况可能存在 但是跟中国有本质的差别 这是市场运作的 有人不喜欢 有的企业不喜欢 完全可以反对 但是中国是政府出面 去侵犯企业的利益 个人的利益 去践踏言论自由 这些人举不出一个例子来 哪个美国的脱口秀演员 因为他开了一个 所谓不恰当的玩笑 他就会遭到美国当局的封杀 处罚 他们一个例子都举不出来 因为在美国也好 在其他的国家也好 这些西方发达国家 是言论自由的 你想讽刺谁 都可以讽刺谁 只不过你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可能会让很多人不爽 但是你只要愿意承担这个后果 只要有人喜欢看你的节目 那你就可以不用担心 至少你不用担心 政府的公权力去介入 侵犯你的自由 这跟中国是天差地别的 不能够讲这样的笑话 脱口秀的节目是不是都不可能再做了 不一定啊 民间的脱口秀可能是够呛了 但是官方的脱口秀还有啊 官方要利用这个脱口秀的形式 来把它变成政府宣传的工具 就是民间把西方的脱口秀引入进来 实际上是为了生意 是市场化运作 是丰富达达娱乐生活 而政府呢也在想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脱口秀 然后宣传我们的意识形态 上海市嘉定区的官方公众号 就发表过一篇文章 说他们制作了宣传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一个通俗理论脱口秀 叫大道凌云 说采用独具特色的理论加段子 互动故事等技巧 讲述对社会热点 思想理论文化事件等态度和思想 引导观众深刻领会 精准把握新时代新思想的丰富内涵 我们就看一小段好了 那作为人民的我们啊 常常被总书记艾特道 请看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应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啊 我就想起我闺蜜老爸 一个很有意思的大叔 有一次呢 遇到房地产公司的妹子来推销房子 大叔 你有没有房子要卖啊 大叔就说了 我房子啊 多着呢 大叔 那你有几套房啊 要不要卖啊 多嘛 不多 960万平方公里一寸 都不卖 姑娘被他逗乐了 其实在想想啊 大叔啊 是深刻的理解了 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江山就是人民 我就问看完之后 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到底觉得可笑不可笑 这人讲的脱口秀 一点不好笑 但是这种做法确实很可笑 所以有人就讲了说 这不就是新时代的样板戏吗 在毛泽东时代 在文革期间 中国不允许任何的娱乐文化活动 就是官方以外的 民间的任何的节目 戏剧什么都不能演出 只有八个样板戏 是政府批准的 完全是洗脑宣传的作用 但是它的形式是取义的形式 但是看看现在的脱口秀 一边推官方的脱口秀 脱口秀样板戏 一边在打压民间的脱口秀 如果长此以往的话 知道什么结果吗 那中国人可能就回到改革开放 之前的那个生存状态了 那之前是什么生存状态呢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中国人不会笑 不敢笑 就是每个人紧绷着神经 就是看这样节目 他们首先第一从来没有经历过 没有看过这种民间的演出 他们看到了可笑的地方 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 他怕笑出声来的话 会犯政治错误 就是那个时候 中国人都是被洗脑道具 已经变成了这种行尸走肉 几十年来 直将党性完全没有了人性 他已经不知道作为人 是应该有七情六欲的 所有人都苦大抽身 天天的讲积极斗争 讲你死我活 讲打倒西方列强 讲社会主义好 毛主席的思想伟大 公众正确 就是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了 这就很像现在的朝鲜人 在多年前 朝韩关系一度开始热络起来的时候 当时韩国的女团 还到朝鲜去演出 他们在台上蹦蹦跳跳的时候 镜头扫过现场的朝鲜观众 这些人的表情一脸呆滞 无动于衷 生怕自己表现出那么一点点的喜怒哀乐 这叫做韭菜叫做人矿 他不是真正的正常人 也没有正常人的思想和自由 我们真的不希望中国人 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中国人 还要回到过去那个时代 还要像今天的朝鲜人一样 不懂得笑 不再敢笑 银瓶上充斥着假大空的政治洗脑宣传 所有人都可以把什么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在为了一个凶缥缈的意识形态 或者是位高权重的特权阶级 为了维护他们主子的锦衣玉食而牺牲自我 牺牲个人利益 而身边的任何人有自我意识 有跟官方的立场路线有不一致的地方 他们还会去互相监视 甚至积极举报 也许习近平和共产党 希望把中国打造成这个样子 但是作为旁观者 我觉得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这不只是对中国的悲剧 也是对全世界的危害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点击它可以打开节目更新的提醒 如果大家希望支持我的节目的话 也可以加入会员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